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簡單介紹一下萬聖節紡西的技能 以及這個角色的一些特性 另外 由於前幾天電腦壞了 有幾天沒有更新 原本說好的六星咲戀 六星秋乃 還有天使劫法什麼的 十月會找的時間補介紹一下 反正已經不是第一時間了 玩個幾天也沒什麼差 今天就先介紹剛出爐的萬聖節紡西吧 萬聖節紡西是限定角色 前衛妨礙坦克 接著就來看技能 一技能 自身展開一個物理無效盾 並大幅度提升自身物防 兩個效果都持續12秒 這個物理護盾的數值高的驚人 可以擋掉13000的傷害 其他有類似技能的坦克 像是新年可可蘿的一技能式 展開一個物理魔法的吸收盾 吸收2904傷害 也就是被打會灰血 可以理解為這個盾可以擋兩倍量的傷害 差不多是5800的護盾量 結果紡西直接加倍 可以擋掉1萬多的傷害 有點嚇人 2技能 嘲諷敵方全體 自身中幅度恢復血量 並賦予敵方物理攻擊力最高的角色恐慌狀態 持續13.75秒 這邊補充一下恐慌狀態的效果 人物要獲得TP有四種方式 第一種是角色每次行動都可以獲得TP 第二種 擊殺對面目標會獲得TP 第三種 挨打會獲得TP 第四種 補TP類的技能 像是酒鬼的月光 而恐慌可以阻止行動跟擊殺獲得TP量 在恐慌期間內 行動跟擊殺是不會獲得TP量的 但是挨揍還有補TP還是可以的 大概是這樣 ES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防 最後是UB 對敵方物理攻擊力最高的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並且特大降低物理攻擊力 還有行動速度持續18秒 物理攻擊的部分 整整降了9500 整個就很扯 以六星日和來說 面板物攻不含ES技能是15000 降了9500就剩5000了 非常慘 而行動速度的部分是降低80%的行動速度 也是非常扯 可以簡單理解為 被UB打中的角色就直接變廢物 持續18秒 好啦 看完技能以後 先說一下我今天看到這個技能的感想 日服我因為鑽石比較少 而且課金課甲比台版貴 所以我的抽角會比台版來的更謹慎 不是說限定角色我就一定會抽 就算是限定角色 我還是會先觀望一下再決定要不要抽 但今天看了這個技能組以後 我就覺得沒什麼好猶豫 就直接給他抽下去啦 這個技能組真的是強到很扯 不過一個角色強不強 不是光靠技能組就可以決定的 接著來說這個角色的一些狀況 首先 這個角色是偏向物理的坦克 抽到之後我把星數升滿 裝備也R18升好升滿 接著發現幾個問題 第一個 紡西想不開 他不穿拳套 而是改裝短鍵 這讓R18紡西TP上升只有4點 簡直就是慘不忍睹 4點到底是三小 第二個問題是 紡西的防禦數值並沒有非常高 現在畫面上這張圖是日版下175等 幾個比較常見的物理坦克的防禦數值 可以看出 在沒有小技能物防加持的情況下 紡西不算硬 大概就比新年科羅硬而已 然後我看了一下技能循環 紡西開場是放2技 嘲諷跟補血還有恐慌 然後第二個動作才是1技的物理無效盾跟物防 這個問題就大了 到底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技能循環 這個後果非常嚴重 我們直接看一場實戰 我拿紡西去進攻雙日和配上優妮的進攻隊伍 熟悉這個隊伍的人都知道 這個日和是1分25秒 第一動結束就會出拳揍人 可以看到 即使有利馬的護盾 紡西還是被一拳收掉 成為了丟臉坦克的一員 紡西在1技加物防之前是非常脆弱的 剛好會被雙日和隊伍抓個正著 另外我要補充一下日版下的環境 之前有公主可可蘿之後 我在競技場就蠻少用優妮了 但直到六星熊錘 六星秋乃 六星咲戀陸續實裝以後 優妮又重新回到戰場啦 原因是因為 熊錘 秋乃 咲戀這三個角色 如果日和一拳過去殘血沒死 都有辦法UB反打來逆轉戰局 尤其是咲戀 咲戀血越少UB越痛 所以這三個角色要打就要一拳打死 不然就不要亂打 後果會非常嚴重 而新年可可蘿 雙日和 酒鬼幽妮的隊伍 就是非常克制有放秋乃 熊錘或是咲戀的防守隊伍 我最近很常用這隊來進攻 所以 紡希要防守也是會面對雙日和的進攻隊伍 好啦 說完體質跟行動順序以後 還有個問題是站位 紡希的站位是非常前面的 站位比紡希前面的角色只有六個 分別是莉馬布丁 兩個空花 黑騎跟來亂的狗拳 其他的角色站位都比紡希後面 那我是覺得紡希既然硬度不到坦克群的頂點的話 躲後面一點 認真妨礙就好了 可惜事與願違 站位是非常前面 我覺得有點可惜 要是再後面一點會更好 然後紡希還有一個特色是她的迴避率很高 有64 是一個有點微妙的數字啦 六星日和命中也是60級 六星珠希命中70級 這兩位角色打紡希是不會miss的 但是熊錘 秋乃 咲戀這幾位命中差不多在30級到40級之間 這幾位打紡希就是會有機率miss 那我還是很想吐槽一下紡希開場的技能循環 開場就已經滿血 還在那邊補血 然後體質那麼軟 就應該先加物防才對啊 如果開場先加物防 然後1分25秒被日和揍了之後 二棟補血直接補血補上去 是多麼完美的循環 結果先補血才加物防 是真的看不懂 紡希雖然開場那個脆弱騎是有點好破 蠻可惜的 但只要開場沒有秒掉紡希 被紡希放出UB之後 紡希的妨礙能力還是非常驚人的 被UB降防跟降速的角色 可以直接廢掉18秒 可以爭取到非常多的時間 還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總的來說 紡希的技能很強 但是站位太前面 跟開場有一段時間的脆弱騎是她的缺點 這個角色的競技場強度 我預估是2S左右 好啦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反正我是已經想好了 以後看到紡希就用雙日和招呼她 之後紡希如果有什麼奇效還是新發現 我會再做影片說明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店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